嘻哩哩,我是专码 今天是2月14号 就问你们还有比今天更恐怖的电影吗 为了缓和气氛 我们今天当然不讲恐怖片 嗨皮的来看完《性爱自修士》第二集 5到8集吧 上期末尾 小欧和好旧艾瑞克都遇到了情感抉择 小欧被欧拉下了最后同志单 没符合她,只能二选一 艾瑞克则在旧爱亚当和新欢拉西姆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还好,这个周末不用想这么多 欧巴决定带着两个大男孩去森林野鹰 好好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说是野鹰吧 欧巴完全没有经验 看到乌鸦认诚野鹰 看不懂地图像指挥 不肯提前打好帐篷 还拿出酒给小欧和艾瑞克喝 要求大家及时行乐呀 三人在森林里探索 小欧把爱情选择难题告诉了欧巴 希望这个情感专家能给自己点建议 欧巴只告诉她要听从内心的选择 哪怕其实最终选择的对象并不适合自己 艾瑞克听得若有所思 一晚心灵鸡汤喝完 三人就为一场大雨淋成落汤鸡 帐篷也搭不起来 欧巴忽然情绪爆发 指责一切都不顺心 嘶吼着不认命 打脸来得猝不及防 小欧在森林里转悠 梅芙却被梅妈拉到了戒毒护助会 借着会上突如新生的机会 梅妈表示自己总是遭遇不幸 所以日子过得很不好 才会吸毒抛弃儿女 希望梅芙原谅自己 梅芙觉得梅妈当着这么多人 提出这个要求有点道德绑架 犀利地指出 妈妈的人生悲惨 不是因为她倒霉 而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 毕竟当年没人用刀架 在她脖子上逼她吸毒呀 梅芙气呼呼地离开 半路上遇到了搬来的新邻居 伦以南 在借兮兮的邀请下 参加了一场老年交易舞会 得知梅芙的母亲在戒毒 伦以南警告她 一次吸毒 肿生成瘾 别那么相信你妈 梅芙自己可以怼妈妈 但有别人质疑的时候 她还是暴露内心深处的渴望 她相信 或者说 希望妈妈这次真的会改过自新 等回到家 看到妈妈伤心的哭泣 承认自己走到这步怪不了别人 也不敢奢求女儿的原谅时 梅芙还是转下了心肠 其他同学们还是各有各的生活 杰克森偷偷练习音乐剧台词 没有把这项新的尝试告诉两个妈妈 还帮助小薇追打提队友德克斯 成功要到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艾米还是害怕公交车变态 于是不再搭乘公交车 各种社交活动都选择徒步 不过对变态的恐惧开始蔓延 她甚至无法平静地和男友史蒂夫把萝卜 好像所有疫情的接触都让她不舒服 亚当和欧拉在潮湿工作 最近欧拉总是梦到和莉莉酱酱酱酱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向 顺口问亚当怎么判断这事 亚当嘴硬自己是钢铁之男不懂 让欧拉有时去谷歌 欧拉很快就得出结论 她是犯性恋 也就是只会被对象本人吸引 跟性别没有关系 这个听起来有点帅 亚当虽然说自己是直男 但小伙伴们都知道这家伙 不管看着男生还是女生的海报 都能进行自己的摩擦实验 这什么性向呀 你猜 孩子们问题多多 大人们也不平静 欧拉太久没有试过固定男友 雅各布的无处不在 让她觉得恐慌 甚至在工作时 雅各布都会来打扰 欧妈不得不坦白 她和欧爸接吻了 雅各布选择了离开 亚当妈妈正式成为欧妈的客户 在欧妈的指导下学会了DIY 感受到了六年以来没有过的舒爽 同时也让她下定了决心 是时候结束无信的 充满不安全感的婚姻 她向丈夫校长提出了离婚 再说回森林三人组这边 在酒店住下后 埃瑞克向小欧坦白 自己曾经和亚当有过亲密接触 和拉西姆约会又很开心 现在由于到底该选谁 小欧并不看好亚当 两人为此吵了起来 却被欧爸打断 原来欧爸最近过得也不如意 她号称被显然妻子戴了原良帽 觉得自己很失败 然后隔天一早 小欧就发现 爸爸意气分发地搞上了前台小姐姐 小欧这才意识到 爸爸才是给人戴原良帽的那个 被发现后 显然妻子把她扫地出门 看到欧爸的不思悔改 小欧不想变成这样的渣男 最终下定决心 给美孚发了绝交短信 埃瑞克也做出选择 她答应了拉西姆的告白 不再理会亚当 拉西姆收获了快乐 小欧惨造滑铁炉 欧拉理清了内心 她对小欧的喜欢只是朋友的感觉 她喜欢的人是莉莉 于是果断和小欧分手 找莉莉亲吻告白 莉莉一脸懵逼 把欧拉拒之了门外 小欧一下子人人两空 这让她激了一肚子气 对美孚和欧拉都没有好脸色 欧拉分手的理由 人太紧绷 这让她摸不着头脑 我很放松的好吗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很放松 在埃瑞克的即将法下 小欧宣布放学后 要在家搞一场自由的哄怕 好机有出口 埃瑞克自然响应 还硬着头皮邀请其他同学 她亲自出马肯定不行 在拉西姆这个帅哥男友的帮助下 还是有不少人答应回来 小欧不肯邀请美孚参加 可埃瑞克是谁 她一直相信这两人会有爱的活花 现在更是要当好妖姬 她偷偷邀请了美孚 欧拉明确感受到 莉莉对自己的好感 可靠牌后 莉莉却躲得远远的 她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只能到欧妈的校园咨询室求助 小欧看到这一幕 想知道欧拉是不是倾诉了 他们两人恋爱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 她把欧妈的咨询笔记投了出来 当小欧把咨询笔记藏在储物柜时 校长路过刚好看见 她的心里似乎也在盘算着什么 夜晚降临 无数校园同学涌进了小欧家 派对热热闹闹开了起来 美孚自然也来了 不过邻居轮椅男也跟着来凑热闹 小欧还是很想知道 欧拉对自己的态度 打电话把她找了过来 整个派对都嗨了起来 连一罐严肃低调的小欧都喝起了酒 小欧的酒瓶可能不太好 喝多了之后 整个人都开放了 直接走到人群正宗 把对欧拉和美孚的不满 一口气说了出来 欧拉莫名其妙分手 美孚喜欢自己 却还带着其他男人参加派对 这俩女人都太坏了 小欧就这么吐鲁的心声 昏然不知 已经把欧拉和美孚彻底得罪 美孚今天本来很开心 她之前被踢出支持竞赛队 后来队伍里的新成员无法参赛 小欧只能拜托美孚救场 这次竞赛 美孚没有在单打独斗 而是和队友配合默契 不但赢下了比赛 也赢得了队友的信任 因此她高高细细来参加派对 只是出门参加派对时 刚好遇上伦以南 伦以南对美孚有意思 她采取可怜政策 说动了美孚带她来玩 可这在小欧眼里 就成了美孚找别的男孩搞爱美 故意让自己吃醋的行动 欧拉来派对主要是找莉莉 希望两人能够好好谈谈 可莉莉却连朋友都不想和她做了 现在两个女生都被小欧的发言 祈祷离开 欧拉在路边撒气 正好碰到了亚当 亚当是来这边找艾瑞克的 他不能接受艾瑞克 突然不再理会自己 就像当初艾米和他分手一样 他难道又要勇闯一次派对 不过这次下场还是一样 因为亚当并不愿意 在众人面前承认两人有关系 艾瑞克拒绝了亚当 两个失忆的人 来到亚当的秘密基地 把所有的不快乐 都宣泄到大杂活动上 派对上除了这件大事件 还有很多小故事 艾瑞还是无法摆脱变态造成的阴影 对于男性的触碰 到了万分抵抗的地步 他也有没法把这种感受 告诉男友史蒂夫 只能忍痛和他分手 校园姐妹团里的安瓦尔 虽然已经出柜 但还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他之前求助小欧 小欧也只能摆脱 懂行的拉西姆 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这些硬核知识 并没有派上用场 因为安瓦尔向男友 坦白自己是出歌 两人愿意一起探索 杰克森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白妈妈希望他立刻恢复训练 这让他的压力倍增 之前他就是故意受伤 现在压力越大 他就越想自残 稍微看到了杰克森心理上的不对劲 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杰克森的家长 孩子们的小打小闹 还可以说是青春期的经历 那么校长就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了 他叫妻子求和失败 于是从小欧的出户柜里 透出了欧妈的资讯笔记 找到妻子的资讯分析 里面慢慢都是妻子的控诉 校长用高压和冷酷 不断打压妻子的自信 对儿子冷漠充满控制欲 这些话对校长来说就是刺激 他认定是欧妈叫做妻子离婚 又想到现在欧妈还在学校开咨询室 简直是在打破自己治理校园的蓝图 他撕掉了笔记里对妻子的分析 把其他信息都扫描复印 决定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疯狂的派对也过去 小欧一觉醒来就有个大惊喜等着 他终于破处啦 然而对象既不是女神梅芙 也不是前女友欧拉 等等等等 你们猜是谁 竟然是校园姐妹团里的Ruby 哎呀 草帅了 揪心后的小欧回到学校 昨天还是她对欧拉和梅芙生气 今天就轮到两个女生对她书中指了 不过还有更大的事情 一夜之间 学校里到处散播着欧妈的咨询笔记 每个人的隐私都暴露了 这都是校长的手笔 为的就是搞臭欧妈把她赶出学校 上课时 露比偷偷找上小欧 两人昨晚上打仗时 似乎没有带小雨伞 她只能找小欧帮自己去买避孕药 药店卖避孕药不仅要女生亲自来 还要查家族病史等等等等 小欧这才知道露比的父亲生了重病 露比也只是个对外刻薄傲慢 内心会脆弱的女孩罢了 欧妈来学校处理资料外泄的事 意外得知小欧在学校里开诊疗室收钱的事 她立刻回家 从儿子的卧室里找到了收钱的证据 怪儿子变了 欧妈只能找雅各布倾诉 雅各布虽然体贴地当着情绪垃圾桶 却拒绝了欧妈提出两人复合的要求 并不是她不原谅欧妈亲了欧爸 而是从欧妈之前的表现里 看出她目前还无法接受稳定的爱人关系 欧妈笑着和雅各布告别 独自一人时 只能默默压下心中的悲伤 校园里的混乱没有影响杰克森 白马和黑马知道儿子有自残倾向 就带着他去看心理辅导 半路上汽车意外爆胎 杰克森也趁机把内心的压力说了出来 白马这才意识到儿子的真正想法 杰克森并不是白马血缘上的孩子 他害怕儿子会不爱他 小时候杰克森很喜欢和白马一起游泳 这是母子俩最亲密的时刻 他这才逼迫儿子游泳 潜意识里以为这样就能让母子关系永远亲密 却不知道这反而让杰克森压力倍增 母子俩把话说开 杰克森也告诉妈妈们 他要参加音乐剧演出 得到了妈妈们的支持 同样不受影响的还有埃瑞克和拉西姆 拉西姆跟着埃瑞克去体验教堂礼拜 和他的家人熟悉起来 可拉西姆的表现一眼难尽 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并且无断地认为埃瑞克也是 也许在埃瑞克看来 拉西姆很让人心动 是个贴心的男友 可爱妈却不喜欢这个男孩子 因为在他看来 儿子在拉西姆面前失去了自我 学校的混乱没有结束 因为咨询笔记曝光 历史老师和物理老师的恋情也被公布 包括历史老师啪啪是喜欢听脏话的爱好 有人在女更衣室的镜子上 有口红写了羞辱历史老师的话 当时在场的所有女生都被留校 历史老师给他们布置各种作业 除非有人承认是罪魁祸首 不然大家一起背锅 作业的题目是想想什么让女性团结 六个女孩子想了很多都没有共识 美孚和欧拉差点吵了起来 直到艾米哭出声 原来艾米被变态男人骚扰的创伤后遗症 越来越严重 她不敢再穿得美美搭 有时甚至会产生变态男人就在附近的幻觉 自从被骚扰过后 她就觉得公交车非常可怕 每天只敢徒步上学 觉得世界都变得不安全了 其实不仅是艾米 在座的每个女孩 美孚 欧拉 小薇 奥利维亚 都有被男人骚扰的经历 莉莉也曾在某个网站上浏览到 很多男性喜欢录武器的照片 女孩们 她们遭遇的这一切都不是女孩子的错 不是因为她们穿得好看 不是因为她们化妆 不是因为任何她们自身的原因 请记住 她们遭遇这些 是因为那些骚扰她们的男人图谋不归 无辜的女孩子没有任何罪 倒是通过这件事 女孩们找到了共同点 团结了起来 很快 老师们就找到了一些羞辱留言的假伙 是艾米那个老子不带活死的前男友 她号称是因为艾丽丝老师 才会写下这样的话 Excuse me 你怕不是真的是老子有病吧 女孩子们得到了回家的许可 但她们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欧拉的带领下 来到了秘密基地 在这里 她们可以肆意打破玻璃 发现内心的不安和害怕 最终 欧拉和梅夫和姐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莉莉接受了欧拉的追求 第二天一早 艾米上学再度路过公交站台 那里有五个女孩正在等她 她们陪着艾米坐上公交 帮助她破除内心的恐惧 也许这就是女性的团结互助 小欧开诊疗室赚钱的事 东窗事发 欧妈非常生气 觉得这样随意给别人情感诊疗 还进行收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小欧觉得这事就是欧妈大惊小怪 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被学校扫地出门 无法和雅各不继续 儿子叛逆 一桩桩事情欺压下来 欧妈的情绪有些崩溃 但她固执地认为 自己只是得了更年期综合症 去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结果一通体检下来 有了意外发现 她怀孕了 这孩子应该是雅各布的 小欧嘴上对妈妈说 开诊疗时收费没什么 可看到欧妈为了她操心难过 她还是很自责的 因为派对的是 美妇不太愿意和小欧和解 她不恨小欧 只是对她很失望 欧拉点醒了小欧 她明明有不满 却总是一直压抑自己 试图做个好人 最后累积爆发 才会让人猝不及防 感到失望 小欧会有这样的性格 完全是因为她害怕 一旦放纵自己 就会变得像欧爸一样 不负责任 想要改变这样的自己 就必须从源头上解决 那就是去问问欧爸 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 欧爸事业上算是个成功男性 可私人生活一塌糊涂 简单概括就是 对个人妻子孩子 她都是个严格意义上的混蛋 欧爸也知道自己不对 因此她劝儿子 用尽各种办法抓住身边爱自己的人 不要让他们失望 转头 小欧看到梅芙正出现在电视上 听了欧爸一席话 小欧给梅芙打电话留言 她喜欢梅芙 也知道梅芙喜欢自己 自己不能让她失望 今天正好是知识竞赛的决赛 比赛前艾米送来了加油蛋糕 不仅是给梅芙 还给史蒂夫做了一个 向她表明自己还爱着她 但希望再给一点时间 让她走出阴影 之前梅芙的邻居伦以南 偷偷给她打小报告 梅芙不太对劲 有可能偷偷复吸毒品了 梅芙从各种细节也开始怀疑 于是便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伦以南 让她帮忙找找证据 伦以南的哥哥趁着梅芙不在 很快就从屋里搜到了毒品 伦以南拍照当作证据 发给了梅芙 梅芙非常痛心 硬着心肠拨通了举报电话 她不能让妹妹 也有这么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经历她小时候 被抛弃伤害的痛苦 只是竞赛过程非常惊险 对手很强大 站在队友们的聪明和配合下 梅芙这队获得了胜利 然而她也没有想到 说好不来的梅妈 居然出现在现场为她加油 梅芙难得感受到了妈妈的爱 可这也无法改变妈妈吸毒 要被社会服务局的人带走 还要把她和小女儿隔离的现实 今天还是音乐剧表演的日子 拉西姆很不欣赏音乐剧 也没有办法get埃瑞克 对剧目海报的调侃 然而这一切亚当可以做到 亚当来给校长送东西 他想回到学校读书 正好遇上埃瑞克 两人的笑点和槽点一致 聊起来非常开心 不远处的拉西姆看在眼里 有点不高兴 音乐剧正式开始 家长和学生们陆陆续续进场 马克星也跟着校长来参加这线活动 杰克森在妈妈们期待的眼神中 勇敢地走上舞台表演 亚当却忽然冲了上来 他有话要说 曾经亚当在校长爸爸高压教育下 以为人就该压抑地活着 不能行差他错 因此即使真的喜欢埃瑞克 他也从来不愿意大声说出口 害怕以后会失去 你一定要让自己所爱的人 明白你的感受 即使这会让你痛苦不堪 人生还处在灿烂的青春期 何必要活得死气沉沉 即使以后会害怕 但至少曾经真心拥有过 以后回忆起来 至少没有遗憾 亚当终于冲破内心的害怕 就像当初他傻乎乎地 在全校面前露出武器 这次他也要大声出柜告白 亚当在全校师生面前 勇敢地告诉所有人 他喜欢埃瑞克 想要和埃瑞克在一起 虽然有点心疼拉西姆吧 但埃瑞克也要面对内心 他是真的喜欢亚当 他牵起了他身处的手 这个插曲结束 演出还要继续 校长这才发现 音乐剧不是普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而是带有性色彩的改编剧目 他突然暴走冲上台 觉得这剧完全不堪入目 并把这一切都挂在欧妈身上 觉得是他用性污染了孩子们 欧妈来不及挥罪 小欧帮妈妈站了起来 欧妈来学校开咨询 是来帮孩子们解决各种问题和烦恼 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给了学生们很多帮助 这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马克星全场围观了校长的失控 强硬地把他带了出去 从最开始 学校音源体传播开始 他关心的就是学生们的 生理健康知识科普 欧妈做到了这点 可校长却把欧妈认定 是来夺权的对手 加上生活的不如意 儿子的叛逆 都让校长无法保持理智 马克星意识到 校长需要休假 调整一下自己了 音乐剧还是成功完成了 艾瑞克把亚当介绍给妈妈和妹妹们 不同于对拉西姆的不看好 爱妈很愉快地接受了亚当 小欧向欧妈道歉 以后不会再让他失望 不会做个讨厌的独生子 嗯 亲爱的 也许不久之后你就会有个 弟弟和妹妹咯 杰克森的出色表现 离不开小薇的帮助 之前小薇把他的心灵问题告诉他家长 杰克森一度和小薇绝交 现在两人还是好朋友 学霸和学渣也许会有一段可爱的友谊呢 音乐剧表演是 梅芙没有来 小欧决定去找他 这都掉寂寞了 确实应该好好和解一下了吧 梅芙因为举报妹妈的事很不开心 罗以南邀请他一起吃饭 可家里食餐没有了 梅芙自告蜂拥去买 却把手机留在了罗以南家 梅芙外出时 小欧刚好找来 罗以南很快就支走了他 小欧走之前拜托罗以南 转告梅芙他来过 并且记得看短信 转头罗以南就偷听了梅芙的手机短信 里面是小欧对梅芙的道歉和告白 这番话最终只说给了我们听 因为罗以南果断删掉了他 而远处的梅芙望着星空 一无所知 哎呀 真是气得我 恨不得冲进屏幕 把他从轮影上救出来暴打 不过编剧为了第三集 真的搞事情搞得很明显 想想现在 哪个人不是手机不离手 梅芙从比赛玩到半夜 都没有看过一眼手机 出去买东西 非要把手机放在罗以南跟前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剧情冲突 《心爱自修》是第二集到此结束 本集不再是一集一个枕疗故事为主 主角感情献为辅的模式 而是更多的展开了校园群像 艾瑞克 杰克森 欧拉等等人物 故事线和人物性格都变得分满起来 从第一集开始就说过 这是一部披着Yellow外皮 内核依旧是青春期少男少女们感情的故事 两集看下来它却是如此 但又不是无脑嘻哈的喜剧 本集我最喜欢的一集就是六个女孩 探讨男性对女性的态度 最后团结一致帮助艾米走出阴影的那一幕 不知道第三季还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今年第三季就会上线了 小伙伴们如果还想看新一季 点个赞表示一下吧 点赞过万 等第三季上线以后 保证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